有話直說一分鐘 7月3日下午 警方國安處公布對8名圖置境外 違反香港法例人士的通緝令 涉及罪名主要有 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顛覆國家罪 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以一份高達每人100萬元的圓洪通緝令 不僅是為讓反中亂港者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 更是敲山振苦 以免這群人以為流亡海外就可以高枕無憂 寄身於西方國家的庇護下繼續隔空輕風作浪 警方國安處今次發出的通緝令有利有據 有法可依 是彰顯香港國安法更大效能與威嚴的重要一步 受雷風波期間這8人利用立法會議員 或所謂民主團體組織者的身份 在香港炮製多次 具有分裂國家顛覆主權性質的惡性事件 他們煽動無知學生為其衝鋒陷陣 國安處依據香港國安法第36條、37條 以及38條對這8人進行通緝 具有無庸置疑的合法性 是任何外國政權都沒有理由進行指責 或干涉的正當行為 這一種震懾不僅是針對那些流亡海外的違法者 亦都是向西方國家釋放重要信號 香港守護國家安全 確保民族團結的決心 不會因為社會風波結束而淡化 任何曾經、正在、企圖破壞社會和諧氣氛的人 特區政府都將會依法嚴厲懲處 絕不姑息、絕不縱容 對於這一份通緝令 香港市民應予以理解和支持 盡可能向警方提供有關訊息 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今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致詞所說 維護國家安全沒有局外人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